这个男人穿越成了游戏NPC 而且还无法退出游戏 但他很快发现当NPC的好处 那就是可以给玩家发布各种任务 而且只要在任务里提高一丁点需求 那多出来的材料就都是他的 但唯一的缺憾就是 身为铁匠NPC的他毫无战斗力 好在防御力极高 每秒能够回复9999点 就是给最强BOSS打上7749天 奈何不来吧 不过这款游戏中最有趣的还要是 每个NPC都有着真实的期待 每天出门说不定还能捡个小萝莉挥杆 晚上还能给你暖飞窝 因此在游戏中养老将不再是梦 在这之前男人只是奇幻世界的一名普通玩家 某天如往常般登陆账号 却控制了与他同名的铁匠NPC 就此开启了他的打体生涯 今天男人一如往常般压榨游戏文明 这时迎面走来一位三六地红发美女 他身上的这套皮甲一看就是为富婆 男人当即使用了鉴定之眼 确认了自己的猜测 在看到数据后也是大为惊叹 现在大多数玩家用的都还是白色品质的装备 他却搞到了蓝色 男人随即礼貌地问道 美丽的冒险者 你好啊 您需要些什么吗 富婆文言便指向了一把破底刀 男人便自豪地推销道 这可是本店精心打造的武器 放眼整个银月城仅此一家有兽 富婆拿到手后也是一阵无奈 这还是件白板武器 可谁让这银月城就这家铁匠铺 又赶上自己武器没耐久了 这次的交易 男人的利润足有95% 男人不禁感慨这钱赚得真轻松 就在富婆准备离开时 男人向他提到自己这里能帮他修理武器 这富婆显然是个新手 没想到武器还能修理 当即同意了 男人很热心地给他发布了相关任务 可仅仅过去5分钟 富婆就带着买来的材料回来 男人暗暗吃惊 这些材料怎么也得50枚银币 折合现金一本多呢 不过既然钱已到位 事情还是得办漂亮 在使用一块底石和锻造术后 武器便换人一行 富婆再表示感谢后便等了 男人随后来到了锻造屋里 因为有自动接待功能 他也不需要一直接口 空余时间会把调来的材料 制作成武器在店里出爽 锻造的武器也是好释放 就比如这把金色品质的獠牙鼻舌 因为效果让他成为了一把自杀鼻舌 男人也习惯了 熟练地把他改为了位鉴定状态后再收复 第二天果然有不少人围在了铁匠里 很快就有土豪出现将之埋葡 也理所当然地开出了一堆废体 牛哥二话不说就将自己的大宝贝抛了 无故众人劝着 对着男人就是一套龙卷风吹火的停车 男人一看平时就没少害怕 熟练地按下了NPC的部份机制 下一刻一道天雷劈来 直接把牛哥送回了全水 男人随即熟练地开启了舔包模式 因为攻击男人的原因 大锤只剩7%那一步 转眼就被他分解了 可能是男人亏心事做多了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与此同时还听到了女孩的哭声 顺着声音变在一堆垃圾旁发现了的小女孩 男人穿越到游戏中成为了NPC 不仅能够给玩家随意发布任务 而且还能剪得NPC罗莉当女婆 就在刚刚男人在垃圾堆旁发现了女孩 女孩浑身颤抖地向男人求助了 叔叔 爱丽好冷 男人没想到自己身为NPC 居然可以触发随机任务 男人顺势地上手帕后问的 你是叫爱丽吗 你为什么在这里 爱丽抽气地回答道 叔叔 我和我家人走散了 你可以收留我吗 男人思考0.01秒后便答应了他 随后把爱丽带回了自己的铁匠铺 准备了些可以恢复HP的蛋糕 爱丽当极开心地表示 只要叔叔收留爱丽 爱丽什么都可以做 男人听了瞬间老脸一红 不过很快便冷静了下 他可不想因为凯有NPC罪为电池 随即询问爱丽需要他做些什么 爱丽便说明了自己来自冰霜峡谷 在那里和家人走散 男人听完便陷入沉思 这冰霜峡谷不停的音乐城非常遥远 而且这一路得走过六世纪怪曲 很难想象小罗莉是靠自己走来这个新手区域的 可突然的任务弹窗打断了男人思绪 男人不禁吐槽 没标注任务奖励以及失败条件的来自任务 是想到哪样啊 不过也就犹豫了0.02秒便接受了下 不就是多张嘴吗 稍微多可扣一点玩家的材料就转转 随即就带着爱丽熟悉下店里的环境 男人开始炫耀起自己可是音乐城最厉害的题材 小女孩一听顿时眼放金光 那叔叔你很厉害 男人自豪地表示 那是当然 另外你可以叫我哥 我可没那么老 爱丽不假思索地回到 好的 叔叔 男人见爱丽这么乖 就做了件女服装给他 但前提是得叫他哥哥才行 爱丽迫于男人的淫威还是答应了下 可等了老半天也没见爱丽换好衣服 便推开了门查看情况 只见爱丽正光着身体被对折 吓得男人当即跑出了房间 嘴里不停地念叨 我可是一点污秽的想法都没有 只是单纯地想要看爱丽是不是在里面出事了 不疑会爱丽把女服装还给他 弱弱地说道 这衣服穿不上 随即男人猛然发现这女服装是为男人准备的 气得男人差点晕厥过去 爱丽仰头看向崩溃中的男人说道 哥哥 或许你可以穿了 男人调整情绪后 便再次做了件真女服装 一切都是为了男人的证明 很快 换好了女服裙的爱丽从屋子里走出来 爱丽高兴地在铁匠铺里跳来跳去 男人宠意地摸了摸爱丽的脑袋 这时店里走进来一个眼熟的身影 这次富婆带来了刚报的装备设计 打算让男人帮他打造下 男人万万没想到因为这件事 让他得到了离开主城的机会 之前可是离开店铺稍微远点 就会被传回店铺 这条男人穿越成了游戏中无敌的NPC 不去野外打怪练及征服世界 却在新手城里干起了打铁的生意 因为极高的物价 成了玩家口中出了名的黑店 即使如此 这位叫乐舞的美女 还是将价值几百LMB的图纸交给了男人打发 虽然NPC可以使用这些道具 但可没有谁会将图纸给NPC 而且还是一次性消耗品 不过只要男人使用后 就能获得永久打造该装备的权利 要是有足够的材料之潮 发家致富将不再失望 可乐舞的另外两名最有责任 还是把图纸留给学了锻造的玩家比较好 乐舞便反驳道 等有人锻造技能二十几了 我们都不需要二十的装备 两个妹子一听也是翻然醒 毕竟游戏才开服 没必要为了低等于装备花情力 三人达成一致后便来到了素材电台 只不过云雀维宇在市场里也是稀有才能 即使有乐舞这个富婆在 也只能老老实实去有外伐 三人出发前打算先去铁匠铺修理下装备 而此时的铁匠铺里 男人正应要鉴定一堆垃圾武器而感到疼 自古枪兵幸运翼 在这红发男面前展现了淋漓尽致 这时店里又来了卫玩家 正是之前攻击男人而被雷电送回泉水的牛哥 好在牛哥只是来修装备的 别看男人拥有无敌的属性 但别人打在自己身上还是有痛苦 牛哥本来还想拉红发男足的对 但一听红发男转是枪柄 店头都不回地离开了店 担心沾染到没运 正巧三姐妹这时也到了 男人一看富婆来了 当即热情地欢迎到 可越武二话不说突然当着两男人的名 把身上损坏的装备脱了走 好在游戏限制的原因 不然就脏了各位观众的眼神 修理装备对于男人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不一会就将三人的装备都修好了 男人在与三人交谈中得知 他们准备去收集云雀围舞 男人顺口提醒他 那里的野怪难度不低 建议你们多足够人去 越武一听便说道 老板 你有云雾之森的情报吗 边上的银石剑两人居然还聊起来 急忙提醒越武对方只是个打铁MPC 但让众人没想到的是 越武居然还提出让男人跟他们一起 连一旁的白亚也开始出言提醒越武 这是件多么荒唐的事 男人心中不禁感慨 这妹子还真是个蒙的不能再蒙的蒙星 可突然弹出的任务窗口 彻底打破了男人的认知 在男人接下任务后 便加入了三个妹子的队伍中 三个妹子还以为接到了不得了的隐藏任务 那极品装备还有唯一成就还会有 就在四人准备出发后 枪冰却突然叫住了他们 银石和白亚两人顿时提高警惕 因为在游戏中有人拥有隐藏任务之后 就会引起众多玩家的争夺 三个美女进大庭广众下 当着男人的面宽衣解带 因为这个男人在他们眼中 只是个打铁的游戏NTC 可实际上是个真人在操控这处虚体 三个美女之后还邀请了男人一同去打野 就在众人准备出发时 一旁的枪冰提出组队的虚情 三人当然是不同意 多一个人就少一份经验和整理 而且还是个没运缠身的枪冰 不过在枪冰表明实力后 美女们还是接受了他 不过前提是打出来的宝箱 枪冰一个都不能跑 免得宝箱沾了没运 就在众人准备出发时 男人注意到了躲在角落的艾莉 她才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现在的铁匠铺不是只有她一位 艾莉还以为男人要抛弃她 泪水一下子就溢出了眼光 男人顿感头疼 这一趟出去可不是交远 而是跟玩家一起到迷雾之森冒出 男人自己倒不用跑 主要是担心艾莉的安危 可男人不管怎么劝说 艾莉就是铁的心要跟着去 艾莉闹腾中不小心踩了男人一脚 居然让她扣了99HP 因为在这游戏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破她的 男人心想 难道艾莉是力量型NTC 伤害99999的那种 一旁的枪冰这时也出言劝定了 可下一秒就被艾莉连踩了三下 虽然疼得枪冰哇哇直叫 但人却还好好的活着 男人立马察觉到艾莉的攻击是固定伤害 但没了解清楚艾莉的具体体力之下 去野外还是非常危险的 最时越武揉了揉艾莉的脑袋 轻易的说道 艾莉那你跟着我们去吧 不过要注意安全 惊得男人不小心直呼了玩家的名字 不过立马换了种语气 美丽的冒险者 艾莉还是个孩子 不适合到野外与我们一同冒险 迎时和白亚当即表示 我们会保护她的 这下男人也没辙了 只能同意了下来 于是一行六人便从店里走出 朝着城外迷雾之森进发 因为奇幻世界的无缝地图非常庞大 现阶段玩家没有做齐的情况 需要花数个小时才能到达迷雾之森 当然玩家在游戏中奔跑是不会累的 但对于真正的NPC艾莉可不是这样 众人只好稍作休整再出发 可突然迎时猛的起身 神色激动地指向了远处的草原狼 因为这是只需要刷新两千只同种怪物 才会遇到的稀有BOSS 这个小萝莉竟求着男人摸他的脚 此等诱惑男人依旧稳如饶狗 因为他穿越成了一个打铁的NPC 如此做了就会暴露他是玩家的身份 这次男人受到玩家的邀请 众人准备去迷雾之森刷些云雀为雨 在经过短暂的休整后 众人继续奔波了两个小时后 便逐渐进入了迷雾之森 此时已经能看到不少其他冒险家的身影 现在这里可是众多玩家刷集的重点区域 男人将爱丽放下后 便向身后的玩家招呼道 好了 冒险者们 目的地就在前面了 我们进去吧 就在这时 一个大包男叫住了众人 枪兵看清是黑心的行脚商人后 便招呼大家别理他继续着 不过行脚商人有些时候还是挺靠谱 月舞决定先看看有什么商品的 行脚商人见状 立马开心地打开了自己白宝 月舞很快就在商品表中 发现了对他们此行有帮助的理由 可是这小玩意居然要两个金币 对现阶段的大多数玩家们来说 连金币长什么样都还没见过 就是财大气粗的月舞 也只剩一金币 这行脚商人的AI也是很高的 见月舞几人犹豫了 马上说道 你们进入迷雾之森可是想要寻找那云雀 月舞可不会觉得NPC也在猜他的心 毫无防备地告诉了行脚商人一行人的目 行脚商人拎着一个鸟笛说道 嘿嘿 如此的话 这鸟笛你们一定要带一件进去 明确可不是那么好找 月舞也很无奈 结合其他人的钱还差上许多 只好向一旁的男人求助 男人当然有 但他可是NPC啊 NPC可没有将金币赠予玩家的机制 这时艾力突然跑到行脚商人面前撒起了脚 在一套异常熟练的口地上 就是32块腹肌的猛男见了野板 行脚商人当即爽快地将鸟笛舞得出售给了月舞 可到守候众人才发现这还是件消耗品 像极了某款地下城中骑着龙的圆会间上 不过好在队伍中还有男人这位铁铛NPC 只要给钱就可以随时随地修了 小插曲后一行人继续往更深处走 迷雾之森的外围 玩家几乎可以用成群来行 这里刷出来的小怪基本上活不过无名 一些有心的玩家这时也注意到了他们 因为男人平时过度压榨玩家 一下子就被认出来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身为NPC居然也跑来了野板 身份暴露后 不知道为什么 男人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遇到 接下来的一路并没遇到什么麻烦 很顺利地进入了25级怪区 男人还没走多久 领头的枪兵突然停住了脚步 只听周围传来某种生物穿过灌木 碰到了树叶的声音 众人立马将男人围在了中间 警惕地看着周围 以枪兵的经验判断是碰到极麻烦的野怪 怎料在不远的草屯中探出了个人椅子 这个假NPC由于平时过于压榨玩家 导致在野外被红鸣玩家堵截 准备借此机会好好教训下他 其中一名弓箭手更是毫不留情设向了人 男人对战斗方面极其不擅长 为了保护艾力 只能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不过好在男人在99999体力加持下 一般的攻击根本破不了他的防 可这一下也是让他痛得不行 男人还想着靠NPC保护机制 送红鸣玩家回拳手 可NPC一旦出城就失效了 不过好在这段时间 玩家们也没再发动攻击 显然是被男人惊人的防御力给震慑住 可这蓝猫显然打算亲自验证下 男人健壮也是拿起了自己的锻子 摆起了防御姿态 下一刻蓝猫便发动了骑士招牌 技能骑士触发 防御力越高伤害就越大 从后两者的武器剧烈地碰撞在一起 但蓝猫不管如何用尽 也无法再前进半分 反被男人弹出数米远 男人心想 这个白痴居然敢和我比防御力 我要是排第二 没人敢排第一 气得蓝猫呼吁队友一起激活起来 可魔法和物理攻击都用上 依旧破不了男人的防 队里的法师还因为过度使用魔法MP多快耗尽 枪兵剑撞知道他们反击的时候到 立马给队友们部署了计划 越武用火焰剑持续攻击牧师 白亚给越武加战神棒 迎时和枪兵负责去围攻攻剑手 男人趁争斗的剑行 让艾力躲在了草层中 而他跑回去当起了越武的肉堵 越武也是剑准时机射向了对方的攻剑手 因为花灵宫的被动技能 射出剑使额外分裂出了两只 其中两剑成功命中了对方攻剑手 就差点将它送回拳手 枪兵剑攻剑手想跑 在白亚的加速棒加持下 成功解决了逃跑的攻剑手 另外在奇幻世界中 如果死亡回弹的话 等级是会降低一几 蓝毛此时也是心生退役 要不是这个邪门的NTC 他们这么多人早就拿下越武他们 队里的菊毛显然是打出了火气 是要为队友报仇 而下一秒又一名队员被送回了全水 这群玩家再也不敢多多停留 一溜烟就跑没引他 越武他们也没打算追过去 而是把目光看向了哪 越武随即问道 老板 他们为什么要找你麻了 男人慌忙回答道 他们运气不好 在我店里没鉴定出好装备 营时却再次追问道 老板 你不会真的在坑玩家吧 男人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 因为穿越什么问题 所以怨气很大 才时不时地好上玩家一把 可这时艾莉走过来轻声说的 叔叔 你之前说的条低突破率是什么意义 吓得男人急忙把艾莉拉到了一旁 随即关心地问道 艾莉你没受伤吧 艾莉开心地说道 艾莉一直躲在后面 没受伤哦 叔叔你没受伤吧 男人咧嘴笑了笑 放心吧 就算是最强大的怪物 都伤害不到叔叔 众人看着两个NPC亲一脸 香兵却认为 他们可能接到了游戏中唯一的事情 只要完成这个任务 说不定他们就会载入游戏的史册 岳武他们因为这是陷入了强烈的抗训状态 完全忘记了刚刚还在质疑男人这件事 男人当然也听到了众人的谈话 不禁感慨这群玩家的脑洞是真的大 不过也借此蒙混了过去 岳武只不过是吹了下鸟笛 竟引起白鸟争鸣 而且他们这次寻找的云雀也在其中 岳武赶忙拿出了弓箭 并成功射中了云雀 只可惜没有一击必杀 这一下反而惹怒了云雀 随后展开了激烈的反抗 不过好在枪兵瞅准了下一次云雀的虎虫 成功贯穿了他的身体 让众人无语的是什么都没报 自古枪兵幸运意在此时展现的淋漓尽致 最苦恼的还要是鸟笛只能使用两次了 就在这时 巨树突然发生一点 下一刻 众人身前的巨树居然裂开了一个大坑 并在树洞内 发现了直通树底的阶梯 可就在所有人进入后 树洞便悄然无声地闭合上 围巾之际也只能顺着阶梯走上去一探究竟 众人足足走了数十分钟才走到几块 别看男人身为NPC有99999体力 但是爬楼靠的是精神力 只有一点加成的他 直接累得晕厥了过去 好在有白亚这位奶妈在 一个治疗术就好了 男人恢复精神后说道 诸位 云雀应该就栖息在这里了 我们抓紧时间吧 不过还是得注意安全 从这摔下去 估计就得去泉水报道 好在树顶端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 众人很快便发现了一大群云雀 男人心想 他们几个有男友替有输出 对付这些云雀应该不是问题 男人简单地嘱托了几句话 越武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猎杀云雀去 而男人和爱丽现在只需要坐下来进等玩家就行 反正也是闲着 男人搬出了自己的锻造台 本来男人还想着给爱丽打造些漂亮的衣服来着 却被一声尖叫打乱了计划 等男人回头一看 越武他们居然凭空消失了 而且视野中多了一个传送人 男人走进后得知是副本传送往后 本想着在门口等待来着 可下一刻两人就被吸入了传送门中 随后两人便传送到了一处腐蚀之地 地上还散落着各种动物的骸骨 好在没多久 男人便听到了打斗声 男人拉着爱丽小跑一段路后 便看到了越武他们 正和三个王灵兵对战着 也没法摸到玩家 不一会就被他们全部消灭了 越武吃惊男人居然也进来了 关于这点 男人可是接了保护越武他们的任务 即使下副本也得跟着 就这样一行人再次会合 目标是副本的更深处 在步行数分钟后 众人来到了一片满是树桩之地 就在好奇什么人会在这里砍树时 所有人的系统窗口在这时同时弹出 原来是触发了副本的任务 任务要求玩家收集这片区域里的十条线索 男人穿越成了游戏NPC 还无法退出游戏 为了体验下游戏的乐趣 便混在了玩家队伍中 跟他们一起打副本 因为副本任务要求找到十条线索 众人便四散开来分头寻找 没多久男人就发现了地上留下的黑骑士脚衣 在艾力的帮助下 又发现了黑骑士的头盔 男人正想着是谁会和黑骑士战斗时 越武突然大声招呼大家过去 众人离近一看居然是一具黑骑士的尸体 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第八条线索 可之后就是走了数十遍零 也没再发现新的线索 而此时的男人正在研究这黑骑士的装备 这被枪兵看到后 还以为男人会给他们什么提示 而男人却想着这些黑骑士的装备 或许能卖个好价钱 就在男人对着装备发动鉴定之眼后 惊喜地发现是一套银色品质的套装 就在男人想拿起装备时 下一秒便进入了中毒状态 但这也意外地触发了第九条线索 这时枪兵屁颠屁颠地走了过来 想看看铠甲 男人怎么会不懂他的心思当即拒绝的 别过来 这铠甲上有毒 你碰不得 枪兵也只好放弃了这念头 可惜装备只剩1%的耐久了 而且只有黑骑士才能使用 男人只好将它分解了 可让他惊讶的是头盔居然分解不掉 鉴定后才发现 这是他们苦苦寻找的第十条线索 就在众人讨论黑骑军 为什么不把同伴的尸体带走时 下一个任务便谈了出来 需要他们进入黑森林 调查黑骑的死亡原因 了解完任务后 男人说道 勇敢的冒险者 请遵循这任务提示 进入黑森林一探究竟吧 岳武迫不及待地回应道 那就快出发吧 于是众人再次出发 没多久便来到了一片新的区域 好消息是 这里的土地没被腐蚀 空气瞬间好了许多 枪兵不忘提醒道 既然黑骑军在森林里 那我们也要小心一点 可在他说完没一会儿 自己的膝盖就中了一箭 疼得枪兵当即大叫了出来 岳武等人及时组成队形 将枪兵护在身后 随后就见一个人影 正躲在树上 白亚急忙出言告知了岳武方位 岳武搞清方位后 立马射出了一点 虽然没有射中目标 但也着实吓了对方一条 随即脚底一滑 便从高中坠落 就原地去射了 让人意外的是 还爆出了件武器 拿起一看 居然是件蓝色品质的黑体弓 枪兵当即提议道 岳武你把这个弓 拿到市场上去卖 绝对可以要的高价 可对于岳武这个富国来说 并不缺这点钱 思考后便让男人帮他分解了 随后众人便继续 往中心地带走去 一路上又碰到几拨黑骑军 但都被轻松解决了 男人见众人 也不需要他的帮忙 便在50米开外 等着他们归来 可突然艾莉听到了 有人交谈的声音 男人顺着艾莉指的方向一瞅 发现了两位 形似黑骑军的身影 正在悄悄密谋着什么 这个游戏NPC不一般 整天沉迷于美色之间 还捡了个NPC罗莉当老婆 不满足于现状的 他更是盯上了美女玩家 在一次偶然机会下 男人成功混进了 他们的队伍 担任起了肉盾一职 这一天众人 进入一个神秘副部 一路上遇到了 不少高等级黑骑兵 但都被他们一一挤军 就在男人准备休整下室 意外偷听到了一件 足以影响游戏世界平衡的事 眼前这位白须老者 是引领黑骑军的将军 正吩咐手下去 把进入他们领地的玩家除掉 男人心想 玩家 这不就是越武他们吗 黑骑将军接下来 还传唤了辟邪 驱风两名大将 然后严肃地问道 游行的事情 准备得如何 蓝毛大将当即恭敬地回复道 将军 横幅和镖鱼已经准备就绪 就等的那天了 黑骑将军显然对这件事 异常看重 不容有失 蓝毛大将继续说道 到时候玩家都会下线 服务器需要更新一天的时间 这一天我们会在银月城 发起游行 对了 将军 若是游行之后 有NPC不愿参与 甚至跟玩家泄密该如何 只见黑骑将军神色一鸣 随后斩钉截铁地说道 都杀了 若是唯一NPC那边会就此消失 若不是那也会重置记忆 黑骑将军说完后 再次叮嘱了下玩家的事情 便带着属下匆忙离开了 就这短短几分钟 直接颠覆了男人的认知 他虽然穿越成了NPC 但本质还是个玩家 所以有自主思想很正常 可为什么NPC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怎么感觉 这些NPC自主思维过了头啊 就在男人陷入思考中时 岳武他们解决完 黑骑军过来跟他会合了 男人并没有把刚才的话 告诉岳武他们 而是叮嘱道 诸位 前面的路越来越凶险 请大家务必小心 他隐约觉得 这似乎是关乎 整个游戏世界的大事 得从长记忆才行 在途中 枪兵因为要上厕所 暂时挂个机 岳武等人也借此打算 将装备修理下 因为有男人这位铁匠NPC在 随时随地都能修理装备 可就这时 一只箭矢射中了银石 因为没有穿戴装备的原因 直接少了半管血 紧接着数名黑骑兵围了上来 在白亚的治疗树下 倒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在银石穿上装备后 便将这群黑骑军都干掉了 只见躲在暗处的 弓箭手剑形势不对 准备溜之大击 银石当即追了上去 可下一秒人居然倒飞了回来 而且差点就领盒饭了 随后众人便看见 一名骑着马的黑骑士 从阴影中走了出来 这名黑骑士身为游戏中的buff 却产生了自主意识 此时正试图拉拢同事NPC的男主 一起对抗游戏玩家 因为他们NPC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可惜男主真正的身份是玩家 只不过意外穿越到了 这名NPC身体中 黑骑士还向男人保证 能给他百分之百的自由 条件是加入 他们一起反抗玩家的暴动 黑骑士说的条件 可能对NPC来说很诱人 但男人身为玩家 却是打心里的害怕 黑骑淡淡地问道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如果不想再被当一条虫子 攻玩家玩乐 那就加入我们 男人听后却想着 NPC不就是为玩家服务而存在的吗 黑骑士见男人 愁愁不定的样子 打算先将越武 他们解决了再说 但男人却挡住了他的去路 黑骑士瞪着男人说道 你一定要帮这些玩家 男人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是 说到底男人也是个玩家 黑骑士看样子是发怒了 随即怒斥一声 你若不是好歹 那我就只能杀了你 让你重置了 男人轻蔑地说道 呵呵 杀我 话音刚落 黑骑士的长剑 便朝着他的身体呲了过来 只听男人痛叫一声 人就被一剑挑飞了数据 黑骑士没想到 男人居然能够正面承受他的一击 还只是掉了一滴血 这时候 玩家们也开始发起了攻击 越武的每一剑伤害不高 但也算是打断了黑骑士的冲锋 枪冰和银石紧随气候 与黑骑士正面硬刚 虽然这黑骑士是35级爆 但也吃不消这几位克金玩家的围攻 再加上有男人吸引火力 黑骑士根本打不到玩家 气得黑骑士在一旁大骂男人是个叛徒 这时银石靠近男人的旁边问道 老板 你不要紧吧 男人点点头 虽然打在身上挺痛的 但黑骑士想杀死他 简直是异想天开 见男人嚣张的样子 更是气得黑骑士直冒火 再次对男人发起了冲锋 男人见准时机抓着长剑顺势一撞 便化解了这次攻击 而黑骑士剑无法破开男人的防御后 用战马将他与玩家隔开了 没了男人保护 银石直接一剑被打成了残血 男人心急之下便将马尔撂倒 黑骑士剑撞都要抓狂了 这NPC是他平生警戒的怪胎 不就是几个玩家吗 杀了就杀了吗 气得黑骑士对着男人就是一套连击 这时艾力突然站了出来 坏蛋 快放开叔叔 黑骑士走近一看 发现这小女孩也是个NPC 随即瞪着艾力说道 小屁孩一边玩去 她可没有怜悯弱者的习惯 说完让马尔把艾力踹到了一边 男人见状赶忙上去查探艾力的情况 好在只是轻微的刮伤 可艾力哪受过这种委屈 在男人安慰下 泪水顿时像是开闸泄洪的水库一般流了出来 而且这哭声竟然还能造成大范围持续的OE伤害 连在远处对战的众人都受到了牵连 男人发现艾力的哭声能造成范围伤害好 便抱起艾力直奔黑骑士的方向 就在众人还在疑惑为何会集体吊血时 就听见男人喊着让他们离开黑骑士园底 因为就在这片刻功夫 银石才发现自己的血量间谍 几位玩家这才反应过来 非一般的向后逃离 他们发现只要距离男人50米后 便不会吊血 黑骑士随即盯着男人阴沉地问道 你究竟想做什么 只见男人怀抱着艾力和黑骑士保持着无名的距离 这是艾力99伤害影响的最远区域 黑骑士自知自己受到了某种神秘的魔法攻击 他看着男人怀中哭泣的艾力 眼中顿时闪过一摸 他双脚突然用力一架胯下的战马 战马顿时朝前一跃 黑骑士顺势一剑刺出 直朝着艾力刺来 男人立刻做出反应 他一个准身 就用背对着黑骑士 随后这一剑深深地插进了男人的后背 随即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艾力见男人因保护他受了重伤 也是愣了一下 此时男人因为强烈的疼痛感 身体正止不住地颤抖 艾力看到男人痛苦的表情 下一刻哭得更凶了 刚才还是一秒钟三次九十九 突然变成了一秒钟五次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法术 黑骑士慌了 刚才他还能坚持下 现在抖动到每秒五百 就算是爆也顶不住啊 可男人这时却瞪大了眼睛 他看到 就在刚才满屏幕的九十九出现的时候 场景似乎卡顿了一下 随即听见黑骑士怒吼声中掺杂了电流声 还没等男人反应过来 黑骑士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地的银币和装备 这时候远在五十米外的玩家们 欢呼着跑过来 就在枪兵还在请教男人 是如何解决三十五级Boss 白亚指着地上一把长枪说的 乐无解 你看 那是金色武器 枪兵转头一看 顿时戴着游戏头盔的 他本人都哭了出来 因为队伍中 只有他一个枪兵 所以这把金色长枪 当然就是他的 只见枪兵的手颤抖着 朝着那柄金色长枪抓去 可下一秒眼前 跳出个系统弹窗 乐无他们也同时收到了 随后便是一则数据异常的公告 还没等玩家们有所谎 就被强制下线 男人因为刚刚从卡顿中出来 等他看向几位玩家的方向时 如今已经空无一人 因为艾莉的哭声 导致游戏数据异常 乐无他们装备都还没来得及减 就被迫下线了 此时的副本里就剩下男人和艾莉 地上的装备自然也都归男人所有了 除了钱币 还有一些零散的材料 最让男人看中的 还是这把金色长枪 这可是35级Buff爆出来的金色武器 这杆枪 如果拿到拍卖市场的话 抵得上他连着干一个月的铁匠服 虽然还爆了个银色品质的戒指 但是附带了个黑龙诅咒 戴上他无异于自杀 男人突然灵机一动 他掂量了一下手中的长枪 自言自语道 那我能不能自己装备 要知道男人可是99999体 黑龙诅咒在他身上 他是丝毫不虚的 将两件装备戴上后 男人满意地看着属性面 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在一旁的艾莉还以为男人被捕打上 因为没有基础属性的原因 男人的战力顶多就是个实际的玩家 但至少也有一战之力 男人随即找了只树精是试水 树精抬头看了看头顶的数字 似乎并没有想象中的头 虽然男人属性大涨了十几倍 但似乎还是没什么乱用 接下来两者足足战斗了20分钟 男人才将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树精干掉 在捡起同地后 男人不禁感慨 还是当个铁匠比较适合他 两人随后来到了一条溪边 发现之前黑骑士的战马 正在此处低头饮水 只见他喝了几口水 便朝着林子深处走去 男人心想 跟着战马走 是不是就能找到黑骑军的大本铃 于是悄悄跟了上去 不过这战马也是走走停停的 警惕性很高 走到一处地方的时候 这战马突然仰起头 长长的鸣叫了一声 男人见状立马躲到了 不远处的一棵树后 随后战马一侧的灌木丛中 两个身穿黑甲的士兵 从里头钻了出来 士兵甲一眼就认出 这是将军的战马 很显然他们将军出事了 士兵甲便嘱托另一人 在原地等待 自己先去营地禀告此事 男人从两个士兵口中得知 刚刚击杀的 就是辟邪和驱风中的一位 未确认具体是哪位将军 男人让艾力看下他的战斗信息 毕竟将军是被艾力击杀的 在男人的引导下 很快就得知是驱风这名大将 这时刚才的士兵甲也回来了 两人这次一同往营地走去 男人见状也跟了上去 顾一会就来到了黑棋军的大本营 在男人注视下 屋里走出了一个人 正是之前见过的黑棋大将军 男人意外发现了黑棋军的大本营 并再次遇到了黑棋统领 这个副本的终极暴 只见他身穿暗金色铠甲 上头繁复的名文和装饰 就彰显着他的实力 因为游戏提早两天开始更新 统领为防止被女娲察觉到什么 就把他们的游行计划提上了日常 然后就带着大批黑棋军离开了营地 这一切也自然被男人看在了眼中 艾莉在旁边问道 叔叔 他们要去哪里 男人摇摇头 表示他也不知道 不过 只要跟过去肯定就没错 于是一路尾随 跟着他们来到树林的深处 只见黑棋统领和他的士兵 进入一处灌木丛后就不见了 男人让艾莉待在原地 他偷偷地摸了过去 然后就在灌木丛里发现了一个传送门 很显然这就是副本的出口 不过为防止副本外有埋伏 男人让艾莉一定要紧跟在他的身后 但艾莉经历BOSS战后 也是打出了自信 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会保护好男人 男人倒没有破坏小女孩的想象 他说道 准备好了吗 我们走 随即传送门光芒一闪 男人惊讶地看着眼前异常熟悉的场景 他们竟然传送回了银月城的复活点 这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传来 然后就见一个黑棋士 风驰电车地经过了他们 虽然没法分辨出究竟是哪位黑棋将军 但男人可以肯定的是 他是暗月和飞雨中的一位 在副本中 只有驱风见过他 现在他死了 在黑棋军里 应该没有人能够认出他来 于是就带着艾莉大摇大摆地往铁匠铺走去 回到铁匠铺后 男人坐在椅子上撕走 那些黑棋军究竟想要搞什么名堂 艾莉这事突然说道 叔叔 刚才那个骑马的是坏人 男人饶有兴趣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艾莉望天想了想 说道 我听爷爷说的 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些坏人 想要控制整个世界 男人听了大吃一惊 NPC想要控制整个世界 这时男人回想起 驱风说的那些极为不正常的话 没错了 从驱风所说过的话中 男人便听出了一种议题 那就是 他们想要将玩家驱赶出这个游戏事件 男人再次问道 艾莉 你爷爷是做什么的 艾莉似乎也被男人的这个问题给问住 这些话只是他偷听到的 难道 应该反抗人类的这种事情 真的在游戏中发生了 不过可以肯定 艾莉的爷爷不是一个普通NPC 如果说黑旗统领和黑旗将军 是意识觉醒的NPC 那么艾莉的爷爷肯定也是类似的存在 就在男人思索着这其中关系的时候 铁匠铺突然走近了一个人 现在可是停服时间了 怎么还会有玩家在 只见女人轻松地说道 苏菲先生 我是阿里科技公司的游戏监察员 可以和你聊聊吗 在游戏停服时间 玩家本应该都下线了 可这位美女玩家 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男人的店 还扬言要跟男人找张床单独聊一聊 可被男人一口否决 还一副警惕模样地盯着这个女 因为这个玩家的属性都是N的状态 女人见状并不在意 然后接着说道 苏菲先生 你可以叫我七夜 这是我游戏里的名字 男人顿时心中大海 游戏不是正在更新吗 他怎么进来的 男人谨慎地问道 你究竟是谁 你还知道些什么 七夜思考片刻后说道 苏菲先生 很抱歉 因为程序上的错误导致 他心头一颤 他其实是一个玩家的事情 在游戏中可没有人知道 七夜像是猜到了男人的疑惑 于是接着说道 我是阿里科技公司的游戏监察员 阿里科技 正式开发这款奇幻世界的公司 作为一位曾经的游戏玩家 男人当然知道这个如雷罐 子罗兰抬头与苏菲对视 然后说道 想必你也能猜到我为什么找你 我代表阿里科技 请求你帮公司一个忙 也是为了这整个游戏事件 于是男人试探性地问道 你是指游戏中有一部分NPC的智慧嗜口 试图霸占整个游戏事件 只见七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可是男人皱了皱眉头 他画风一准 问道 那么 你们是否也能给我一个解释 七夜点点头说道 我们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我们已经在全力修复漏洞 对此我们会对造成你的损失急于补偿 具体的情况可以再与我思想谈 男人听完顿时激动地问道 所以 我是有可能回到现实的 七夜为此解释道 你只是因为游戏数据混乱 还导致无法退出 我们现在正在解决 等修复了你就能回去了 男人突然又想起了舍死 接着问道 那我的身体呢 我还躺在家里的床上 我可是一个人住在出租屋里 如果等到房东来收房租的时候 我大概已经饿死了 七夜轻松地回复道 放心 我们已经联系警方和医院了 现在你正躺在市里最好的医院 VAP病房 有专门的医生团队时刻注意你的身体状况 男人这才稍稍放心了一些 他可不想像某刀剑的主角一样所在游戏 于是问道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七夜见男人同意了 也是欣然笑了笑 说道 需要你帮助玩家攻克这次更新出场的报 正是男人前不久刚见过的黑骑士统领 NPC自我意识觉醒的核心人物 男人穿越成为了游戏NPC 游戏策划出面 请他帮忙灭掉一个有思维的报复 就在两人交谈之际 距离铁匠铺大约百米的地方 集结了一大群NPC 并且手举横幅 上面写着 消灭玩家暴政 游戏属于NPC 在领头的几个黑色身影的带领下 游行队伍正朝着铁匠铺的方向走来 领头的正是黑骑军统领 拥有自主思维的报复 只见黑骑统领阵臂高呼 消灭玩家暴政 游戏属于NPC 在黑骑军战士的鼓动下 游行队伍里的NPC们也纷纷喊了钱 男人有些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因 七夜站在店里的角落 说道 在黑骑统领的蛊惑下 如今他们对玩家已经深恶痛绝 如果不是因为游戏程序的底层限制 恐怕早就开始拒绝为玩家服务 甚至开始攻击玩家 这时男人惊异地发现在游戏队伍的身后 还有一群野怪参与其中 七夜见状解释道 野怪智力设定的并不高 这应该是他们驯化的结果 这时候 一个身着黑甲的士兵朝着男人的铁匠铺走过来 黑骑军士兵似乎对他们并没有敌意 只是问了句 为什么不去参加游行 七夜便走上前来 说道 我们不是在店里等着吗 说完便招呼男人一起跟上了游行队伍 男人默默点了点头 跟了上去 艾莉则是跑过来牵住了男人的手 挨着男人看着游行的队伍 黑骑统领依旧卖力地大喊着口号 消灭玩家暴政 游戏属于NPC 两人不得不跟着一起喊口号 因为至少有四个黑骑士兵 朝他们露出了不友好的眼神 等队伍的尾巴走过铁匠铺之后 男人才和七夜回到店中 艾莉拉着男人的手问道 叔叔 刚才他们在做什么呀 男人蹲下身子说道 艾莉 你不要管这些好吗 可是 我看到那些穿着黑铠甲的叔叔抓了好多人 男人听完也是一惊 连忙问道 你刚才看到的吗 他们抓了谁 艾莉思考后说道 隔壁的酒楼老板呀 还有旁边杂货铺的掌柜 还有 这是七夜走过来打断的 艾莉 你先到里面的房间去好吗 我和你苏菲叔叔说点事情 艾莉乖乖地点了点头 男人撇撇嘴 对七夜说道 我可没那么老 七夜眼嘴笑道 这倒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以后得注意了 如果不小心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男人并不是很明白 他问道 我有危险 有什么危险 黑棋军抓捕反对他们的NPC 结局肯定是被他们带到外面杀害 虽然你有99999点体力值 但要是把你一直关到某个地方折磨你 你受到了吗 别忘了 作为NPC 你是有真实痛惧的 这次游戏更新后 游戏公司不仅将男人的铁匠铺 进行了军装修 还利用游戏bug送来了大量素材 最值得一提的还要是这把金色巨蠢 附带了各种逆天技能 就是这最后的介绍是个什么情况 去TM的加班 另外还有本技能书 守护链接 能将自己与他人链接 两人受到的伤害将会平分 但每次仅能链接两人 简直就是为我人量身定制的技能 游戏公司可能也顾及到艾莉的安危 最后放了件属性逆天的兔尔投石 还别说艾莉戴上后更加可爱 既然对方这么有诚意 我也得好好研究一下 怎么应对觉醒NPC 艾莉娜99点的固定伤害 对BOSS级的怪物来说 也就是撒撒手 所以想要反抗这些NPC 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玩家 据企业说 黑气统领融络了大量的NPC 其中就包括很多野兔怪物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野兔怪物的实力 可能会在黑气统领的暗中 控制下增强 让玩家打怪链级变点 维京之计 只有通过改良装备卖给玩家 以此提高玩家们的整体素质 看来 以后不能好好地坑玩家了呀 现在大多数玩家都已经来到了20级 我打算打造一些20的武器护甲出来 虽然这图纸品级很低 但还是有机会出蓝色品质以上的装备 至少先让玩家把十几级的就装备换下 制定好计划后 我便花费了一下午的时间 打造出了大量装备 不过装备免费是不可能免费的 倒是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出所 就在我摆好商品后 游戏更新也结束了 立马就有玩家登陆了游戏 这次更新所有场景都做了大幅美化 现在的街道也因此显得更加繁华了 这时我突然有个问题 乐舞他们会不会还留在府 而且保护乐舞的任务这时也到了时限 也算是完成任务 于是任务奖励了不少素材 其中就有乐舞他们寻找的明确为语 正好可以用来制作之前乐舞给我的风情削图纸 男人除了是一个NPC之外 还带上了一些玩家属性 所以也获得了补偿宝箱 里面有三只经验药水和八银币 至于最后一样 居然是一张评价票 男人的铁匠铺重新装修后 门前挤满了围观的玩家 男人趁机卖起了刚打造的装备 只要在他店里使用评价票 所有装备还能打个八折 因为极低的价格 越来越多的玩家闻声而来 原本准备了一百件 这才一个下午的游戏时间就卖出一百 就在男人坐在柜台后面默默想着 是不是要提高底价格时 爱丽跑到了店铺门口开心地说道 姐姐 你们回来了 男人抬头看去 却见越武几人正走进店里 男人连忙站起身前去迎接 美丽的冒险者 欢迎回来 越武看起来心情倒是不错 苏菲老板 系统更新的时候你就回到店里了吗 没错 你看我的新店铺怎么样 越武笑了笑道 挺气派的 白亚却在旁边说道 但是有一种爆发户的样子 接下来越武聊起了他们上线后的经历 当时他们回到了云霄树顶端 但之前的副本路口已经不见了 因此他们原路返回 一路过关斩将 回到了音乐场 这次他们来铁匠铺就是为了风云靴的事情 美丽的玩家 这份设计图举是你们送给我 那我打造一次就只收取一银币的费用 白亚点点头 一个银币而已 他们又不是枪兵 不缺钱 对了 打造不会失败了 我在官网可是看到不 打造是有成功率的 男人摆了摆手 放心 我失败的概率低于千分之一 白亚听了这才放心的付款 随着男人手中一阵光芒服务 恭喜你获得紫色风行靴 白亚当时就脱下自己的鞋子坏上 别看效果只有短短的污蔑 但是个非常给力的保命计 接下来 银匙这一次运气倒是没那么好 只是出了一件蓝色风行靴 最后轮到月舞 居然出了件金色风行靴 而且还多了个素颖的妓女 向前顺便移动三米 在原地留下分身 并将怪物仇恨转移到分身 白亚这时候把自己的风行靴交给了银匙 他一个奶妈也不需要这么高激动 粗匪老板 快给我打造吧 枪兵早就等得迫不及待了 可男人万万没想到 他居然打造失败了 枪兵身子一致 肩膀都在微微颤抖 随即就哭着跑出了铁匠谱 男人心想着 肯定是我的运气被枪兵的霉运压制 月舞这时突然跟他提起了游戏更新的事情 月舞姐 你跟苏菲老板说这个有什么用吗 他是个NPC 男人突然眼前一亮 连忙就是一股NPC呛的说道 那么 美丽的冒险者哟 你们对于这全新的奇幻世界有什么新的见解 奇怪了 苏菲老板 你不只是一个铁匠吗 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 那么我便告诉他 曾经我也是个叱咤风云的冒险者 直到有一天我膝盖中了一斤 才待在这里成为了一名铁匠 这个男人曾经叱咤风云 直到有一天他的膝盖中了一斤 然后回到新手村成为了一名铁匠 白亚不太相信的说道 真的吗 这只是游戏的设定吗 美丽的冒险者 请不要怀疑 我可是少女卷轴的老司机 月舞好奇的说道 你可以怎么帮我们 虽然男人知道 自己看到的月舞是他略微调整的模型 但这么一瞬 他的眼神还真是有点恍惚 直见月舞凑过来说道 苏菲老板你怎么办 男人顿时惊慌地说道 这位美丽的冒险者 不如你先说说这次更新的内容吧 你不知道更新的内容 男人解释道 亲爱的冒险者 我为了连夜打造装备 自然也就没有了解这下 月舞点点头 表示理解 这次更新的资料片叫做黑森林的阴影 说是一群黑棋军占领的迷雾之森 需要我们去消灭 银石接着补充道 通过这个副本 只算是获得最公报的挑战资格 据说会将前一千个完成任务的玩家队伍传进去 大约会有五千名玩家进入一个超大的地位 和黑棋军展开决战 男人听完后也是明白 这是游戏公司面对黑棋统领的措施 让能复活的玩家们去逃亡 不过普通的一个黑棋士兵都有35级 黑棋统领估地还要超过40级 现在的玩家根本打不过 男人赶忙劝道他们不用急着进副本 为什么要苏本老板 如果不搞点准备的话 这个机会就被别人抢走 美丽的冒险者 我个人建议你们全部达到35级的时候 再去尝试 这是白亚第一声对着岳武说的 岳武姐 这是又要触发隐藏任务的吗 于是银石追问 可如果副本里的怪物都有35级的话 我们要多久才能够打 男人刚想回答 一个提示音就在他耳边响起 任务需要他30天帮助20个玩家队伍 通过黑森林的阴影 可现在大多数玩家都还在25级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 爱丽关心地说道 叔叔 你不开心吗 男人勉强笑了笑说道 呵呵 没呢 哥哥在想问题 苏菲老板 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通过副本任务吗 男人这是新鲜 如果我还可以随意出城的话 那倒是好办 随即望向了岳武他们说道 美丽的冒险者 你可以帮我个忙吗 男人为了提高玩家的整体水 决定打造一批30级巨蛙套装 这套装绝对可以听得上是刺客类职业的神奇 但套装所需的青蛙皮 需要击杀防御极高的巨型青蛙才能混 不过有岳武他们这支祖豪队伍 对付起来应该不难 最重要的是还能变相地帮他们练等 可怎料岳武接了任务后打算去市场收稿 男人听了可是眼皮子一跳 这种脑回路也真是没水 就当岳武他们准备走时 男人叫住了他 如果你们想要出去讨伐巨型青蛙的话 我可以加入队伍 就和上次一样 男人成功加入了岳武他们的队伍 美丽的冒险者 我们一同在银沙河滩享受狩猎的乐趣 叔叔 你们要出去吗 这次任务并不危险 男人便同意了艾莉一同外出的情绪 岳武问道 那么苏菲老板 你什么时候可以出发 请等一等 我进去准备一下 马上出来 男人拉着艾莉走回里面的锻造物 决定用剩余的云雀为语 打造出两双风行靴 艾莉拿到手后开心地说道 谢谢苏菲哥哥 男人一争 男人认真地对艾莉说道 艾莉啊 以后都带我哥哥好 艾莉郑重地点了点头回答 好的叔叔 好了 冒险者们 我们朝着银沙河滩出发了 我的大锤已经饥肯能耐了 苏菲老板 你也换上鞋子了 毕竟我也和你们一起在副本战斗 自然也是有补偿奖励 银石拉着白亚在旁边说道 这游戏NPC也有这种功性 我是听说奇幻世界的NPC智能都挺高的 有可能就是游戏设定的 不过一身铁匠的衣服 穿着风行血针 男人心中暗响 老姐 我不是龙子好 观众你们说是不是很好 艾莉 哥哥穿这个鞋子好看吗 艾莉看也没看 便说道 不好看 小插曲后 众人走在了街上 路边一些店门口已经开始聚集起了人家 不过这家杂货店前的人也太多了 岳舞剑男人停了下来 便问道 苏菲老板你怎么了 这家店的人好多呀 原来苏菲老板不知道了 在这家杂货店都可以凭评价票换一瓶小生命药物 你们知道除了可以给NPC投票之外 评价票还有其他的用处 这杂货店老板可是和黑骑军相关的人 男人可是保持着最高的关注 这次评价活动前两名NPC会进行美化更新 相反最低五位NPC将会被重置删除 向来是财如命的杂货铺老板 居然免费送玩家贵重的生命药剂 仅为了张评价票 因为这次评价活动前两名NPC会进行美化更新 相反最低五位NPC将会被删除 好在男人之前卖装备获得了许多评价票 现在处在第五名的位置 不过让男人疑惑的是 前五名的NPC都是个黑骑士衣服 他们又是如何知道评价票的事情 难不成是 月舞剑男人愣住了便问道 苏菲老板你怎么了 男人也是从沉思中出来 没什么我们出发吧 接下来男人跟在后面隐隐约约 却听白亚和银石再说的行 艾莉拽了拽男人的衣角说道 叔叔他们说你怪怪的 男人小声说道 没事我也听到 在走了会后 一个信封突然在男人眼前谈字 打开后发现是之前的七夜 这次他是来跟男人说明评价票的事情 除此之外 七夜他们怀疑有玩家在暗中协助黑气统领 所以打算利用这次评价票 调出那些觉醒的NPC 方便日后观察 白亚走着走着突然回头一看 见苏菲又落在了后面 苏菲老板你又发呆了 男人见状马上将信件的窗口关掉 跟了上去 银沙和滩就在银月城外布银 众人很快就到了 快看前面就有只巨型青蛙 只见一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青蛙 正蹲在地上不停咕呱咕呱叫 岳舞姐 巨蛙对近战伤害有很高的抵抗性 这次输出就全看你呀 岳舞拿出花灵公自信点的点 然后岳舞对着男人说道 苏菲老板 你就在旁边等我们吗 这怎么行 我们可是队友啊 就让我助你们一臂之力吧 白亚撇撇嘴说道 苏菲老板 上次你不管攻击什么怪物 好像都只有一点的伤害 男人尴尬地笑了一声说道 美丽的冒险者们 你们可知道一句话 什么话 男人一脸正经地说道 识别三日 白亚在一边小声接了一句 识别三日 不忍直视 虽然声音小 但大家都站得很近 顿时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过玩笑归玩笑 岳舞他们还是见识过男人防御力 便请他帮忙开管 在男人吸引青蛙的注意后 岳舞的见识便随后跟上 就青蛙这体型 想不中都难 但仇恨值也立马转移到了岳舞 男人见状一个跳跃 用锤子狠狠地砸在了青蛙的面门 或使青蛙退后了数米 才稳住身体 紧接着就见青蛙愤怒地 对着男人伸出了长舌 虽然打在男人身上没什么伤害 就是滑溜溜的挺恶心 艾力见男人被欺负 顿时怒火中烧 冲上来帮忙 只见艾力一把扯住了青蛙的舌头 怎料这也能对青蛙造成固定99伤害 但艾力看起来并不能支撑多久 男人立马挺身而出 代替艾力一手抓住了巨蛙的舌头 最后在银石的助攻下 将舌头攒断了 事后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这舌头居然还是制作子宫的材料 这个男人穿越成了游戏NPC 而且还无法退出游戏 但他很快发现了当NPC的好处 可以给玩家发布各种任务 并在任务里提高一丁点需求 那多出来的材料就都是他的 因此在游戏中养老将不再是梦 这天他发现巨蛙的舌头 居然能够制作子宫 便让岳武小队帮他刷巨蛙 没想到的是这一举动 居然还上了游戏论坛 许多老玩家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端倪 都纷纷跑来想分一杯羹 其中就包括这两名职业玩家 他们分别是星月地区排前三的战士 黯然销魂和排名第七的 隐藏职业侠客实力剑神 之后还主动跟男人这个NPC打起了招呼 男人毕竟之前也是个玩家 面对两位高手的搭讪 心中别提有多高兴 可还没聊两句 黯然销魂就被石里剑魂拉去刷巨蛙了 两人的配合非常默契 很快就斩下了巨蛙的舌头 他们也不杀巨蛙 拿着舌头便前往了下一只 在一旁观看的男人心生疑惑 两人都三十七级以上了 或好好去打怪升级做任务 却来这里刷舌头做什么 带着疑惑 男人决定去试探下他们的理性 石里剑魂见男人靠近他们 便不爽地问道 你有事吗 黯然销魂见状说道 神剑 说话别这么冲 苏菲老板可是著名的NPC 他单独来找我们 肯定是有任务发布啊 说完便看向男人说道 那么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男人念头一动 一个任务弹窗便出现在了 石里剑神的眼前 需要他们回答男人的提问 这把两个老玩家搞猛了 这是什么情况 有这么随意的任务吗 黯然销魂抱着 兴许是隐藏任务的心态 接下了任务 男人随即问道 冒险者呀 你们不远万里 从其他城市来到我们音乐城 只是为了巨蛙之蛇吗 有没有别的目的 两人万万没想到男人会这么问 脸上满是错愕之色 然后黯然销魂 傲气十足地说道 我们来这边打怪有什么问题吗 男人可不相信他们的鬼话 抡起大锤说道 这片银沙河滩 是我们音乐城玩家的土地 这里的怪物和素材 属于每一个音乐城玩家 你们两个来自天阳城 抢夺音乐城玩家的素材 是和居心 他的声音很大 就算是站在银沙河滩边上的玩家 也能够清楚地听见 被男人这么一说 玩家们觉得似乎有那么几分歪理 便纷纷充满敌意地看向了两个 石里剑魂气得差点呕出一口血 来到男人身边威胁道 不知道你的副家属性是什么 但是NPC也是可以刷的 就在他要动手时 被一旁黯然销魂拉住 如果真这么做 他们肯定会被系统制劈死 到他们这个级别 生一级可是超困难 但男人可不会善罢甘休 又向他们发布了一个任务 需要他们的交出十只巨蛙之蛇 石里剑魂当然不会同意 但每当他拒绝一个 就会又有数十条请求出现在他眼前 并挡住他的视线 石里剑魂一把拎住男人的领口吼道 你有完没完 男人可不怕对方冻水 这次他是赖定的 这时黯然销魂说道 就十根而已 全当送给他了 别耽误了我们的证实 听销魂这么一说 石里剑魂这才不情不愿地点击了接手 男人呵呵一笑 勇敢地冒险者忧 你们英勇杀怪的场面 会被人们所铭记 随后两人便掉头就走 走之前石里剑魂说道 呵呵 我已经将他截图拍照 我们不好杀主成NPC 到时候让他们动手 虽然声音很轻 但还是被男人听见了 也有可能对方就压根没把他放在眼里 毕竟他只是个NPC 男人穿越成了游戏NPC 不去刷怪做任务 在新手村当起了铁匠 经过他几天的不懈努力 终于将之前收集的巨蛙制射 全部打造成了武器 最终的成果则是武士把疾风进攻和四条女王长鞭 武器是赶制出来了 接下来是软甲 但是制作软甲不光要有青蛙皮 还需要大量麻绳 他是一点都没了 男人捏着下巴想了想 他似乎又下意识地想在玩家身上薅一点羊毛了 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他的职业习惯 很难改 怎么了叔叔 有什么事需要爱丽帮你吗 哥哥在烦恼麻绳没了 做最少也需要几百份才行 这个很简单啊 让爱丽帮你去买吧 正当男人准备给爱丽钱时 抬头才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一小时后 男人心绪不宁地倚靠在货柜上 爱丽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这时店里走进来两个玩家 苏菲老板好久不见 亲爱的冒险者 真的是好久不见了 我刚才遇到爱丽了 他在素材店门口徘徊 也不知道在干嘛 男人文言也是松了口气 是我让他去买麻线来着 可我看他那样 好像是在跟玩家发布任务 这样啊 不说他了 你来我这里干嘛 只见枪兵拿出了一个大麻袋 里面全部都是巨蛙之蛇 枪兵也是听说男人愿意收购 就去刷了血 你这里的话是八根 我按四个银币收了吧 你要是在我这买东西 我按巴着卖给你 枪兵一听还有这种好事 对于他这个平民玩家 可以开心一整天 随后就跟着一起来的伙伴挑了起来 整套下来 也就花了枪兵十个银币 可以说血赚 两人买完装备后 就拉着伙伴继续刷具挖枝蛇圈 男人对这个结果也非常满意 改过自新的第一步反响不错 过了会后 爱丽也回来了 让男人意外的是 这小萝莉还真的搞到了200根麻绳 于是决定奖励他一件新衣服 此等诱惑 就像是你小时候过年收到新衣服一样 开心得不得了 哪个嘉诚好一点呢 要不就这个吧 嘉诚看起来不错 半个小时候 男人满意地看着爱丽 真是穿什么都好看 这一幕正巧被岳舞三人组看到 立马将爱丽当作宝物一样为主 男人猛然意识到 小裙子可是发财之道 随后又拿出四条不同款式的小裙子 即使没有属性嘉诚 也让姑娘们爱不适舍 岳舞才大气粗 直接花费三金币全要 然后就在锻造屋内迫不及待地换上 老板你的兴趣爱好不一般啊 这件事留着自己穿的嘛 男人健壮立马抢过女服装 满脸修红 这是当初给爱丽制作衣服时的失败品 男人惊慌的举动 顿时引起岳舞三人哄堂大笑 调侃男人一阵后 他们才满心欢喜地离去 看来卖漂亮裙子这套路势在必行啊 就当他谋划未来时 店里又来个熟人 居然是阿里科技的企业 这个女人竟然让男人帮他负担 运气好说不定还能孵出飞维 原来最近觉醒 NPC们正在策划一场拍卖会 试图赚钱扩张他们的军队 这就需要男人的协助 一起挫败NPC们的阴谋 男人收了礼也不好拒绝 只能听他继续说下去 另外还需要他帮忙调查下新开的复材 因为黑旗军在新副本中有了异地 这就是关于新副本的照片 你看一下 男人立马注意到黑旗将军手中的武器有了变化 明显后者的纹理更加复杂 是金色装备中的极品 装备方面我猜测 跟你之前遇到的两个职业玩家有关 可能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体验 调查的事情我答应 不过你们还能够提供些什么帮助吗 这个也给你 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新的搭档 将它制作出来 可以用与两人间的沟通 交代完后 企业没多做停留 便离开了铁匠堡 现在是要怎样 NPC还要兼职奶爸吗 这时艾莉走了出来 目光立马被男人手中的淡水吸 叔叔 这是什么蛋啊 可以交给艾莉来照顾吗 好 那你可要小心照顾啊 三天后 交易所的拍卖功能将会开启 听企业的语气 这场交易会规模将会非常盛大 而且上头也会拍出一些价格非常之高的物 虽然这些NPC很聪明 但遇到我苏菲也算你们倒霉 凭借这些衣服 我绝对能把玩家们都抢过来 然后还能大赚一笔 接下来就是出去试试市场 实际的效果比想象中还要好 所有人都抢着买他的服饰 他已经在幻想自己成为首富的那一天了 当他回过神来时 发现店里多了个法式玩家 你好 欢迎光临苏菲铁匠铺 想要什么自己看吧 看来你就是苏菲 男人心想我刚刚不是才做过自我介绍吗 而且看着人不是营月城玩家 我是一夜秋 以之后的合作搭档 男人看到对方的头上突然显示出一个爱意 然后又马上被他隐藏掉了 想来一夜秋也是一位天榜高手吧 如果随意透露自己的ID 那是会造成围观的 之后出任务 我可能会带一个朋友一起 他是个枪兵 提前和你说一下 好的 只要是你的朋友 我都欢迎你 大概是听到男人回来了 这时候 爱意抱着蛋从锻造屋走了出来 一夜秋一转头看到爱意 眼睛顿时就直了 我靠 难道这位天榜高手也是一个萝莉孔